看看新闻网 是真的还是假的 再看一下 据香港媒体报道 这场婚礼办的极其低调 并未邀请任何圈内朋友参加 仅有至亲到场观礼 而消息之所以传出 则是一位郑秀文的姐姐 因为太过于高兴 一时走漏了风声 巧合的是 当地媒体近日在郑秀文 位于浅水湾家外守候时 意外撞见了郑秀文本人 谈其结婚 她只是一个劲儿地笑 Semi Semi 哈啰 我有报道 你们结束分了吗 这一次的郑秀文 并没有像以往干脆的否认婚讯 而是以一于言表的幸福笑容 来做回应 再加上早在今年二月 她与许志安一同旅行回来时 无名纸上戴着一枚戒指 这很难不让人浮想年篇 现年41岁的郑秀文 和46岁的许志安 两人长达22年的 分分合合的恋情 一直备受关注 1989年 歌坛新秀郑秀文 和师兄许志安相识 1991年 两人因为合唱情歌 其实你心里没有我 随即传出恋爱消息 而这段女强难入的恋情 也单逃分道扬镳的命运 两人在2004年也正式分手 之后 关于郑秀文的一切问题 许志安都予以为毙 为什么你们常问 什么问题 问我的问题好了 分手后的第六年 2010年 在郑秀文全新复出演唱会上 许志安连同苏永康 张卫健 杨汉文等四位老友 担当嘉宾 为郑秀文助阵 舞台上 许志安的痴心一片 歌迷们可都看在眼里 本身我已经在外面 买了这张唱片的 105张我买了100张 2011年两人分手七年之际 被拍到在餐厅甜蜜用餐的画面 随即许志安承认了两人复合一事 希望可以大家都给我们一些空间 去慢慢往下来要好好的走下去 在两人复合的这两年时间里 虽然数次有密婚消息传出 但双方的态度都是第一时间云以否认 因此郑秀文这一次笑着回应 才显得尤为不一般 因为即便是作为这段 长达22年的爱情马拉松的旁观者 都能打心眼里暖洋洋 云了新年地 大家都要幸福 总和报道 本集完